3月11号 福建厦门推行台胞住院5日以上 含5日健保核退公证服务院内值办半个月以来 已有近百名台胞咨询相关事宜 7名台胞成功办理院内线上值办公证业务 我想请问一下 我现在有个家属 就是住院已经住到5天了 那我想要来这边办 我们要准备些什么东西 您需要携带您的通行证 然后您的居住证 就台湾居住证 或者说您的台湾地区的身份证 还要身份证 对 还有您的出院证明 还有一个是发票 您的出院到时候结算的发票 来做办理公证 为解决参加台湾地区健保的台胞 在厦门就医 医疗费用回台报销路途远 手续杂 期限9等困难 厦门市医保部门 此前已为台胞提供5日内就医的健保合退结算服务 但住院5日以上含5日医疗费用的健保合退结算 仍需台胞本人先在大陆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 再赴台办理后续事宜 鉴于手续较多 厦门市医保部门联合厦门陆江公证处厦门长庚医院 2月底在大陆首创推行医保加公证服务 推动台胞健保合退公证环节试点前 移至医保台胞服务站 实现院内职办 线上公证 让台胞享受就医便利 这一次算是第二次在厦门住院了 那我上一次住院的时候 其实我出院是需要到公证处去预约 然后再到那边去办理 那这一次我这一次住院之后呢 就发现说可以有这个管道 那是公证处的人直接到长庚医院来 那我就按照我出院那一天的时间 跟公证处来做办理 那节省了我很多交通的时间 实在对我来讲实在太方便了 因为健保要求就是符合 需要公证的台胞的话 基本上要两个条件 一个是住院的天数要超过五天 那另外一个的话 必须是急性发病的那些情况 那近半个月的话 就是来咨询这一项业务的 已经有近百人次了 那在我们这里办理的线上公证的 共有七人次 据悉 台胞在厦门长庚医院 医保台胞服务站 完成公证办理后 可自主选择邮寄或自取公证书证本 待收到公证书证本 并确认台湾海基会 已获取公证书副本后 就可赴台办理后续核推事宜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